咱们还是说说这个标签 我家有个郭东霖 这什么意思呢 范哥你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 郭东霖老师演过一个经典的作品 他是一个特别爱帮助人 然后不管能帮的 不能帮的有求必应 那个小品我知道叫 有事您说话 有事您说话 对对对 那个春节到北京站 给大伙排队买卧布票的那个小品 对对对 我记得记得 然后我看这个小品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 都是说这个艺术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 但是他怎么这么逼真呢 他说的好像不是郭老师 就是我老公 我老公在义乌是很出名的 人称义乌炮哥 就有事找他就对了 义乌炮哥 义乌炮哥 对 那这个江湖当中炮哥这个称号 是怎么来的呢 我全名叫李海涛 炮是三点水的炮 其实炮哥就是我老公 我夫人给我起的一个爱称 为什么叫炮哥呢 是因为他做的这个事情 感觉不是成人的那个智慧 能做出来的事情 就好像他脑子里面有那个海绵宝宝 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水来 特别傻 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男人呢 他这个人特别特别的爱管闲事 特别特别的好客 热心肠是好事啊 但是要有度他有点过了 怎么过了呢 就这么多年来 我们家有来过好多好多的人 最让我记得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同学 带了一个十几年我都没见过的人 在我们家住了九天 但我想 你怎么还不走啊 那我用个小计谋吧 我说要不然你们睡主卧吧 好不好 这样的话我睡沙发 然后你想 我不好意思了 我住九天了 我是不是也该走了 结果人家就是睡得心安理得 我睡得腰酸背痛 这还不是最奇葩的呢 最奇葩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学 在我们家住了三十天 一对夫妻 三十天 然后就是三光政策 吃光 喝光 用光 其实这个都不算什么 但是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从我们东北老家过来了 刚到这儿 然后她那朋友的媳妇说 阿姨 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一听我就火了 我妈 在我们家是老大 我跟我爸 大气都不敢喘的一个人物 不远千里坐火车 坐了三两天来到这儿了 你来这么一句话 我当时就愤怒了 我就送给他四个字 扫地出门 就是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对对对 这些年来我们家 我算了一下 就大概有三十多人了 猪姑表亲 亲朋好友 连山路十八弯拐个圈的 那些裙带关系的人都来了 然后今天我看见了那个江涛老师 我就觉得特别应急 他也去过你们家住过 我老公 把江涛老师的那个歌 于公于山 那个精髓全给抓住了 听起来是奇闻的 对 想起来是笑谈的 是 而且吧 这些人不但是住在家里 他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 住在外面宾馆的 但是呢 都是他付费 那我